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陆香港的资产 这个事是他几年来一直在做的 人家李嘉诚发言人也说了 就说我们没有撤资 没有撤资怎么整天在撤资 反正谁知道呢 他就有他的部署 但是引起话题的不是李嘉诚这个事情 是有人写了李嘉诚 而且还就是在你们新华社 料望智库 我看现在 我觉得你们新华社是一头人 你们我们 我以前在新华社工作过 你看你这个思路跟写这文章的人一样 新华社出什么事 别让周围军跑了都对我扛着什么 不是这个挺有意思 光荣啊 扛新华社你还不光荣啊 据说料望智库呢 有的时候登一些这个国师这个级别的文章啊 就献计献策呀 结果这位 这个人叫罗天浩 听上去像个大侠哈 罗天浩写了说别让李嘉诚给跑了 其实他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呀 主要是娱乐的价值 你知道我一看我就乐了 你知道吗 他这个要不是语言很重要 他就是一言一句话 你知道我脑子里哗出现了一个画面 你知道吗 我就自己越想越可笑 我就想着老头李嘉诚啊 一个人在前面 然后后边一群大陆群众 应该也有香港群众 哇别让他跑咯 还在后边追 然后在后边火光冲天 你说我脑子里就有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画面 领头的就是王宝强啊 我怎么听到像以前那种 怎么斗地主 怎么打土豪分地产 就那个年代的画面 对对对 但是呢 这个事啊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 当然是挺可乐 它成了一个话题 我看那个 那人民日报又算哪头的呢 侠客岛好像又就此 侠客岛还跟他观点不一样了 对就批评他 很多人批评他 证券时报 是人民日报系统下的证券时报 说13号晚上 智库就把他文章给撤下来了 所以说我觉得挺有意思 先别说李嘉诚 我先对这个罗勇 不是罗勇 罗天昊这个人感兴趣了 我说这个人是个什么人呢 你怎么把他请来做节目呢 我有这想法 我跟你说啊 就是为什么你也不用太当回事 因为我可以给你看看 罗天昊以前写过的文章 都是些什么标题啊 他比如写这篇文章就是 中国应引进一亿亚非青年 就是未来来自亚非的移民 将达到一亿以上 中国应该把他们全容纳进来 鉴于中国的人口结构 女性青年移民将更受中国欢迎 你看他想的都跟我一样 是天体一派的 三体一派的 然后他写的另一篇 三体评论家 另一篇雄文叫 中国应开征美女税 然后还有一篇是 俄罗斯应主动归还海参崴 所以这是国师的这个水准 你看他这个文章里当时写啊 就是说 本次新任国家主席 第一站访问海外 是吧 应该带回点什么 以为嗷嗷逮捕之国人 能否带回海参崴 是考验访俄成败的最重要标准 然后还写什么 鲁迅图像应上人民币 婴儿奶粉应由国家免费供应 中国应劝朝鲜主动割让出海口 所以 国师 你觉得他深不可测吧 这叫指点江山行 这种人不少了 不是一个两个的 他的这个个人博客当中的简介是什么呀 国务院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研究员 长江商学院原高级研究员 然后呢 这个注意这个亮点 好像有一个对他的介绍说 他的著作是继国父建国方略以来 怎么怎么着的 就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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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为国父建国方略以来 国内第一本研究国家和城市竞争战略的专著 然后呢 整句话没听懂 就孙中山的书以后 没有人这么全力了 他写了一个 就大国诸城 你看 就是这是自国父方略以来 第一本研究这个城市战略 然后呢 这个下边就更有意思了 说啊 他自己的博客里边是怎么介绍呢 哦 原来他不叫罗天号 他原名叫罗建法 后来改名罗天号 其在网易的博客 个人简介为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曾游历广东知名企业 混水摸不到鱼 碎灯彼岸 后为经理人高级编辑 什么中文国修时代 什么副主编呢 华尔街电讯专栏作家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人 新京报评论员 天马行空的宽广事业 落叶缤纷中 溃之天道的惊人悟性 出色的洞察力和前瞻力 纵横时空的驾驭能力 以博杂积月 深邃尖锐为主要风格 致力于商业精神 与企业战略的研究 这家伙 这是真合其事问题 然后呢 新京报这个 另一个评论员说 哎呦把我吓着了 我询问四周 本报似乎从未有过 这样一个级别的评论员 倒是他给新京报 投稿过几篇评论 你看就长这模样 这模样 然后呢就是说 他曾经说 他是长江商学院的 那个院长助理 那长江商学院 跟李嘉诚有点关系 不是啊 后来人家说呀 他不是什么长江 他是长江商学院 在做过几天的 这个公关部门的工作 然后的这个 但是呢 确实他有这个 罗天昊本人 到尝试以国师自居 在某个智库举办的活动中 罗天昊表示 我仅当国师是不够的 我还要当民友 民友 就是人民的朋友 就是我不能光当国师啊 我要接地气 我还要当民友 嗯嗯 就是这个人 发出了这样的咆哮 别让李嘉诚跑咯 所以这个 这个挺管用的 我现在有时候也是 在微博上啊 常常碰到一个人 啪给我戴高帽子 上光上线 很严肃啊 我有时候很很生气 后来我想出一个方法 你赶快去找回他 这个人的 因为现在的好处嘛 他有一个 就是微博 他有个有个信箱啊 有时候你会追进去 你去看他发什么其他的文章 好 很快你就会知道了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许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买奶粉啊 小猫啊 或什么什么 有的呢 他不是正常的微博 他就只发这种 就是出来骂人的 你就等于是 你听人说话 看看那是什么人 我觉得这是管管用 你这番 这个知人论事啊 这非常有用 哎 要不然一个新华社 一个瞭望智库啊 把我们吓死了 不是人家这两天有评论 开始说这个新华社 瞭望智库的智商问题了 嗯 就是你怎么会编发 这样的文章呢 这个人怎么能进这个智库 我也要想问这个问题 还是说我们现在智库 都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个文章的反应啊 挺复杂的 别让李嘉诚跑了 他不是没有共鸣的 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的声音 哎 你也知道吗 而且他也有一方道理 这个这个李嘉诚是个代表人物 他就是说怎么样对待这些 所谓资本家哈 就我们以前讲的 资本家怎么看待他们 这个民间跟跟智库级 都有不同的看法 哎 一君你作为这个新华社前员工啊 你对你们智库 这什么情况 不是不是我在想 就是说这个智库这个东西啊 它本身应该是一个很低调的东西 一般我们讲这个智库 他们是提供一个服务 对吧 比如说呃 你是一个企业 你去找他 你付钱 他给你一个服务 讲一些东西 或者呢 他们会发表一些东西啊 人家发表东西相对来说 也是相对比较低调 一般是建立在大大量的事实基础上 给你一个相对趋势性的判断 都不敢下断言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呢 好像在大陆其实没有特别独立的智库 真的没有的 那么所以我们见到的都是一些 我所谓就是民间指点江山人物 然后呢 就是评论这个方式 其实也是大概十多年前才出来吧 其实洪凰卫视应该还是很早 就是在这个评论的这一个浪潮当中 比较早的就出现了 对这个时事进行评论 过去哪有评论时事的 你说那个八九十年代谁评论呢 就上面有这个精神有指示 他开始评论 那么评论到后来 进入一个市场化的一个过程呢 就变成说 不要叫什么 就不要怕说话 一定要说一些敢下结论的话 那就是大家就越来越敢下结论 到后来我就看到他们 我就觉得他们从A点论证到B点 中间都是没有这个过程 都像轻弓一样飞过去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所有的这个论证 我都看不到 大家谁敢放话 谁敢怎么样 你就是很厉害 但总体来说 这件事情不讲 总体来说 要是敢说话是好事情 以前我观察了一下 内地的所谓智库级的 一个问题出来 马上就不要电视台或报纸 就会采访一些专家 这些专家的身份呢 大部分是社科院 或者是北京一些大学的 专门的研究所的副所长 等等之类的 有一个阶段你会发现 基本上他们都是在为决策辩护 就是有一个什么事情跟台湾了 或者跟陶鲜了 上面其实已经有决策了 然后呢 他们都是顺着这个决策讲的 很害人的 有时候啊 他们后来连领导都知道了 不要台湾的几次选举啊 这个李登辉啊 他们有几次啊 这个舆论啊 是由他们来来来制造出来 而不是他们自己 他们是看着上面 就是顺着 结果有时候会有错 你想怎么样 他们就顺着怎么说话 这种智库啊 其实是蛮害人的 讲的人是安全的 他可以升官的 他是顺着领导 但是他一点都起不到智库 就没有这个辩驳 近几年呢 近些年呢 还出现另外一种现象 就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 常常有一个理论界的 一个什么人 不大得志的 或怎么样的 出来冒一篇文章 很有争论的 比方说重提专政啊 比方说什么 三权分立啊 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不是主流观点 但是他冒出来 冒出来呢 没过多久呢 就像你说的 就被删掉了 就被录掉了 但是现在 这种也有一些新的 特别是在香港 现在就香港 他有一些 这个独立智库 他有一些 跟大陆就去合作 现在就在智库 你说他们内部 可以提供一些准确消息 这个方面 是比过去有进步的 但他还是民友 我觉得他更多是民友 这个国师啊 我觉得真 真有人觉得自个儿是国师 当然 因为我就见过 那也按说 也是个很有威望的 一个老学者 他很严肃的跟我讲 他说 这个昨天啊 这个 我刚刚 这个 什么 叫什么 政治局常委啊 学习小组 我去给他们讲讲 这个易经 你说这是骗子吗 现在呢 我知道他那个易经 我就不知道 但是有报道的 很多教授到中央党校去讲 还有中央党校的教授 给常委们讲 还有他们 跟他们讲互联网的 那些大老板 那个我能理解 对不对 就是常委 还听他们介绍 现在这些竞争能力啊 这个传统一直有 不过易经倒是没 但是这个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吗 象象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已经没听过 就我查他这么一通 老底啊 你别以为我是这个讽刺他 我是说 今天这个 这个这个舆论场 也很有意思 经常是没有看见原文的讨论 对吧 你真的看了呀 你说这天昊啊 他这 真感谢 不是 他有些地方 你说他是不是一不留神 把实话说出来了 因为我看人民日报的批评 他就就是讲的 就是有理有节啊 因为 因为他讲的是什么 说你李嘉诚啊 你到这个大陆 投资部署这么多年 尤其是你做港口 做地产 这些东西 你没有跟权力的这个 这个结合 结合啊 你没有这个 跟这个权力的这个帮忙 啊 你能赚这么多钱吗 那么他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啊 这个 你在道义上 你就你就不对啊 对吧 你不是说 他自己都承认 他说商人逐利是天性 按说 你把资产掉哪都没关系 但是他的这个歪理吧 你可以说吧 他的理就是说 哎 这中国这个帮你很多忙啊 大陆啊 帮你很多忙啊 那你挣的这个钱 你说你跑 你就撤了 然后呢 这个我看这个侠客岛 批评他 也说的这个有理有节啊 就是说哎 你这话叫怎么说呢 就是说 如果当地政府 他李嘉诚来了 带动很多产业发展呢 那当地政府给他很多优惠 只要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那也没有谁欠谁的问题啊 对吧 你当地你愿意吗 你李嘉诚请都请不来 他说 但是如果像你说的 真有什么不合法不合规的 什么权力交易的话 就一件一件论 那么你可以去举报嘛 你找李嘉诚 你怎么能公说李嘉诚呢 那这是你可以去举报了 对 那个侠客岛那篇文章里面 还捎带了上了说 那个某某人什么的儿子 是什么全民老公 他没点名了 你知道只讲王健林吗 对对对 那个王健林现在是 已经取代了李嘉诚 变成全球最富有的华人嘛 然后呢 我就看什么王健林 马云李嘉诚 借仨走马灯似的 像三体 然后呢 现在咱们这喊的是 别让李嘉诚跑了 那个西班牙那块是喊的是 别让王健林来了 怎么了 他不是要拆人房子吗 就是他在那个西班牙 就是当地 他要搞一个什么 那个地产项目 也把人家一个历史性的建筑 叫那个西班牙大厦 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 也是殖民 还是弗朗格时代 我忘记了 一个很老的一个建筑要拆 那么他说了 要拆了重建等等 但是当地人就非常反对 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个集体记忆 几万人上街游行 然后再去上书 怎么怎么样 所以咱这喊人跑了 人家说你别来了 也有人说 这所以你看同样的这个资金的流动 你看怎么聊 比方说我看有的经济学者就讲了 说实际上你不要光看到李嘉诚 当然就说李嘉诚最聪明 一夜落儿之秋 好像总是那个那个冻竹先机 对吧 但是但是 东江水冷李先知 是有这个话是吧 然后呢 但是他说不见得 你比方说 你就像王健林 万达 或者是一些什么 先纷纷在海外购置资产 这个你从积极角度来说呢 你就感觉中国现在牛了 到处这个投资海外 他说但是呢 你从消极而言呢 他不也是把资产再往海外转移吗 所以下期文章应该叫 喊王健林回家吃饭 我得赶上国舍 王健林你妈叫你呢 我觉得我是有点这个仇富的心理 否则你看 按说这个马云挺可爱的 对吧 你现在最近评出来 你知道胡润那个慈善榜啊 实际就是捐好像什么100亿往上的 就马云李嘉诚 还有一个谁 就华人呢 但是呢 为什么他说的话 我天上都特别不舒服 比如说以前我就说过 马云说过一句什么话 就是这个世界上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都不算大事 我听了我就 恨不能给他打台积拳 对我来说 什么事都用钱解决 都能解决 然后呢 我今天又看新闻 他又在北大演讲 又说了一句什么话 就说哎呀 你们不理解啊 这个花钱呢 比挣钱难多了 你说这恨不能找人抽他 你说是不是 仔细分析呢 这种这个文章之所以出现是引起共鸣 或者说是反李嘉诚的这个东西 我们要分开几个层面 一个是比较好理解的仇富 就是一般中国老百姓 香港还好一点 香港你别说被李嘉诚剥削的很厉害啊 香港老百姓一般也挺佩服李嘉诚的 但大陆一般来说他资本家代表 另外一种不满呢 就是像文道这样 就是说从左派知识分子的角度 觉得他垄断工业资本主义 对不对 但是目前的政治都不是这两个层面 目前是什么呢 其实呢 是中资跟华资的矛盾 中和华有什么矛盾啊 中资跟华资 什么是中华资呢 你别眼睛瞪起来 华资就是像李嘉诚这样 就是香港啊 台湾啊 包括海外 华人的资本 华裔算吗 都算就是华人资本 那华裔都跟你没关系 然后中资呢 当然首先指的是国企 比方华人啊 中心太富啊 这一类就国企 当然呢 现在有个边缘就是马云啊 王健林啊这种 那么为什么说中资 跟华资的一个矛盾呢 客观来讲 如果我们回到九七的时候啊 香港的GDP是中国的六分之一 那个时候中国不是要改革开放初期吗 要吸引外资吗 我看过个材料 外资外资一半是港资 就是外资外资 那个时候中国之所以能够走上这条路啊 这个外资起的作用很大 中国很大的同时呢 的确有这个情况 比方说这儿 咱们这儿有块地 现在有美国的公司投标 有内地自己的投标 和香港的公司投标 优先香港的 双重考虑 你香港的跟国内比 我们鼓励外资 所以香港的算外资 而香港的跟美国比 毕竟咱们这是中国人 华人 哦 华子 这个叫民族资产阶级 以前共产党 不是这个民族资产阶级 统一海外垄断势力 所以同样一个地皮呢 的的确确 你现在各道各处去看 各道大的销屏幕啊 都是很多香港这些资金进来 但是呢 的确是核算的 那么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现在香港的GDP 是中国的三十分之一 中资现在力量非常之大 很自然有一个呼声 就是说凭什么 再这么让他们占便宜 哦 包括在香港也是 香港这两年的政治变动 后面的很多经济因素 也跟这个有关 前一证说百家 李嘉诚说百家要卖吗 嗯 他们他们 我就听到有有有商界的人 接近中方的商界人说 卖 卖我们马上拿下来 哦 你一说把他们其实赶赶走 就不让他们进 就是说在这个竞争当中 他们这个优惠越来越受到争议 但是 但实际上你看到现在的是 他们不是要进入啊 人家是要跑啊 对啊 就是因为你不给他这个东西 他就跑了 但除此以外也有别的原因 他这意思就是说 老李啊 演贼着呢 就看出了这种情况 对啊 但你从整体上分析也看得出来 马头香港的什么港口罢工啊 对 全湾的酒店被查啊 你看这个 不是你想说什么 我正想说 其实他也很聪明 他做个商人 他就是在主力 对吧 那中国的现在的信用评级 你现在确实在三大这个评级里面 这个这个标普 那个普玉 还有一个什么 那个 他确实都很好 但都不是最好的 他也看出这样一个趋势了 英国反而是最好的 他是在顶层的 那你说他不往那流 他不往外头流 他 徐老师 我比你看得更深 当然我都是看别人的说的 就是说 你刚才讲了 李嘉诚是华兹 可是我看到的是什么 李嘉诚为什么撤到英国 或者说把这个逐渐部署到英国 就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这是中上之策 因为在这种目前这个复杂 诡决的形式之下 对吧 你要看到 在种种政治经济的衡量之下 他实际啊 是要这个保住他的这个李氏王国 而他这个李氏王国 他李氏家族资本的这个源头 反而是西方资本 他是你明白吗 比如说他跟汇丰银行 他当年的这个 就是说他的这个血统吧 他的这个血统 你看你想 咱们从某个意义上讲 就是华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呢 他跟西方资本的这个 渊源更深 这个渊源更深 他本来当年就是汇丰银行 跟他的这种 这种合作 而且英国人走的时候 最相信的也是他 那些大老板当中啊 最相信的是他 他两边都是 所以你就你相比之下 你要说是红色资本家 还是什么 你要在香港来说 他跟西方那头挺近的 但是 但是 但是先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建议咱们这个 还是在看老李一呀 在让他跑了 看清楚了 在抓 都没让跑了 再看看 再看看 这个样子不认识 这是 这是个 我以为是个厨子 其实是诸葛亮 你看不到吗 雨扇观惊 对哦 没错 你不是说 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民友 原来是国师 对对 智者 智者 你再看下边 他又回来了 当然就是 现在也有人说 说这个 李氏王朝 其实呢 就是说 中国经济 也未必就差 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的 就是说 怎么着 我们这个形有波动 但是是还不错 就是 你也不要把中国经济 看得那么衰 就是 但是对于他来说 一个是他的资产 现在在欧洲 更有 更能升值吧 对吧 另一个 你还要看到 李嘉诚的年龄 就是说 他这么大岁数了 他的孩子 显然在长袖善舞 这方面 包括跟这个 大陆的这个关系 这方面 没法跟他比 那么所以 对他来说 他这个综合 这么考虑 而且我觉得 这个 罗国师 罗国师 你知道吗 其实大家没注意到 作为一个香港人 应该注意 他提的后半截 虽然他讲的 也可以说是歪理 也有人批评 但是不得不说 他又提出了一个概念 不是说老李跑不跑 他说这个香港 是豪族 主导了香港的经济 他有这么一个武断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过去香港 还比较中产阶级 比较自由奋斗 他说 但是回归之后 你看 就是说 当年 邓小平 接见李嘉诚 那个团 是80多个人 可都是带着孩子的 香港几大家族 李嘉诚带着李泽聚 怎么怎么的 怎么着 就是说 然后他就说 这些年来 这些个 尤其是做地产的 豪族 豪门大族 主导了香港的经济 造成香港的 现在经济这么不好 他的原因 我就不能懂了 但是他说的这个结果 确实让人焦心 你知道就香港人 我觉得过的日子 真是应该 想想 就是说 每年过去说 两万套房屋 才能够维持一个平衡 可是事实上 现在这几年 一年才一万一 你怎么搞的 因为要主张多盖房 就被人弄下来 已经好 八万 就马上下台 为什么不能盖房呢 就是为了保障 已经有房子的人 接着为您播出 健康新概念 香港豪族 资本家统治 这个是对 但问题是 能不能用土匪来代替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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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